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 彼亦是非 此亦是非 哇 真的好吃 这是老和尚教我的 若我没有猜错 你姓役 姆庄教授 当初很多人都要老和尚把我教出去 他想保住我 却又劝不动那些人 你是为了报恩 你这个人 真是让人讨厌 有一点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你为什么要带上我妈 我选择你的 的确是有我的原因 我要教你的便是 大罗汉抚摸金刚无敌时 那年的说法 长话 一断勇倫 某远 一断勇倫 一断勇倫 万一万5 二断勇倪 红一断勇倫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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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人说 九龙寺不以武学建成 今日见大绝师傅的金刚浮魔神通 方知江湖神言不可尽兴 让唐施主见笑了 我九龙寺在江湖上出名的 也只有一个合姬大阵 本相罗汉阵 确实不算什么武学大宗 这位女施主想必就是枪仙之女 司空谦落吧 司空谦落 建国大师 阿弥陀佛 二位施主请 大师请 听说金刚浮魔神通 入门简单 可要练到高深之境 却十分困难 果官大师的武功 已快入逍遥天境了 老那也是侥幸 将金刚浮魔神通 练到了第九层 算是在武学上 有了一些成就 以此神通为根基 才入了自在地境 离那逍遥天境 却是始终差着一点 怕是此生 很难再进一步咯 大师 我也见过 吴禅大师的 金刚浮魔神通 感觉和您刚刚 所用的不太一样啊 师妹 不得无礼 无妨 无妨 吴禅师职的资质 那是极好的 不过 他的金刚浮魔神通 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 那便是浮魔之心 金刚浮魔神通 最重要便是这浮魔二字 心中存正气 荡尽天下之魔 恍复正义 团世间朗朗乾坤 吴禅师职资质虽好 可毕竟年纪尚小 缺乏历练哪 十二年前 魔教东征 生灵涂炭 中原武林各派 群起抗争 损失惨重 我九龙四也是其中之一 我的师父恒星大师 便是在那时 那时起 我便立下誓言 要除荆国教 刚刚得到消息 吴馨出现在了于田国 明日 老那便启程前往捉拿着 唐使主 要与我们同行吗 之前没能完成 师尊教育的任务 实在惨愧 这一次 唐某怨童大师 一同前往于田国 何事 有雪叶成的来信 拿来我看 信 是写给唐年施主的 是写给唐年施主的 道して 一红 这 语 整天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大尊主不许酿你的剑 跑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好 好 少调侃我了 这盘棋 是长风留下的 唐莲到九龙寺了 到了 可是 却是空手到的 失手了 这 因为 有个老朋友出现 白发现 虽然唐莲的功夫 已大有精进 是这一辈年轻人中的翘楚 又有迁落那丫头相助 但是面对这样的高手 怕是求未可及 天落 是啊 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 前两日寻不着她 长风都快急疯了 所以那个和尚 已被天外天带走了 没有 白发现并没有得手 在他们混战的时候 小和尚趁乱跑了 我猜 她应该是赶去大范音寺了 她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 那也是她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 对了 她顺手还带走了两名唐莲的同伴 雪月城的弟子 不是 唐莲的信上说有一个是雷家子弟 这趟本该是来雪月城办事的 另一个确实有意思 是一个客栈的老板 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 所以一路跟着 唐莲说 这个人心机颇深 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 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客栈老板 他自称叫 萧瑟 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吗 宫里那位也坐不住了 五大剑里的第二高手 掌香坚锦仙公墓 一周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 去跟西域去了 沈靖州也去了 看来宫里的那位 还是不信任我们 还有件有趣的事 吴双剑侠出事了 是一个叫吴双的小子 他也和白发贤交了手 毫发无声 现在也向余田国赶了过去 至于另外几大门牌的人马 却都被人挡了回来 挡了回来 不知道是谁做的 不过这还真是帮了 天外天的大忙 若不是这样 仅凭白发先一个人 怕是连小和尚的面 都见不到 天外天的盟友吗 这一次 本该是由我们进去 唐连就算这一代 血月城弟子中最出众的 但你一个人 我不可能离得过 那么多高手 光是那个无心和尚 又真的是好对付的 总要给年轻人 一些历练的机会嘛 历练 你还真是放心呢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 能搅起多大风雨 是一个十七岁 修得罗沙堂内所有秘书 差一步就入逍遥天境 并且身为天外天 现任首座的孩子 那又如何 像他这样工夫 血月城内至少有七八 加上唐门 雷家铺 还真怕了他吗 说到底 十二年之月一等 他就该死了 你的意思是 十二年前魔教东征 血月城不怕 十二年后一个少主归山 血月城更不怕 年轻一辈的事 由年轻一辈去解决 解决不了了 才轮到我们这些老头子 我已经传书给唐年了 他看到传书 自然知道应该怎么做 写了什么 就像师尊十二年前 写给我们的信一样 请请我别连异 追着话语相 听 春雪花蜜蜜蜜蜜 配花醉江江戈壁 秋秋茂路青涩不可泣 红木战之藏茫之虚 无所谓名格错综无拘 破天际皆前此的谜题 请坐观景里退 你还是什么 往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下意 花一向是令西高和心万里 雪月城里 你练你的剑 我酿我的心 这笔 还是留给长风去下吧 花一向是令西高和心万里 雪月城里 你练你的剑 我酿我的心 这笔 还是留给长风去下吧 是你我并肩有一枪 见无情过蝶蜜漪 追风跨欲笑尽情 我刚刚脸对你打了三笔 你很得气 你很得气 我根本是令西高和心万里 姐 巨中海 好 再打个变功 好 好 好 学得不错 哪里不错啊 接下来轮到你了 我不会武功 只会一点逃跑用的轻功 打拳什么的 我半点不会 你能教我什么 那水上飘的武功倒是不错 我可以学吗 你心思太重 飞天踏浪神通 你是学不会的 学了 只会半路掉下来 飞天踏浪神通 罗刹堂的武功取名 都正随意的吗 不是 有些武功秘籍上名字被抹去了 我就下去了 可除了轻功以外 别的武功要传授 你可找错人了 没有找错人 我要传你的这门武功 不需要什么基础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我今儿教了你 你怕是很久以后才能去 我要教你的事 心模拟 你还要ουμε BEC 咕音ить 他以为葱 你可还要有 我 你怎么看 你 咕尔口 你 他 你 你 你 是这里了 前面再过五里 就是于田过了 九龙寺的几位大师 应该已经到了 师兄 这和尚真有那么重要 这一路狂奔昼夜不停的 可把我累坏了 望幽入魔神死之后 世上能够还原 这罗刹堂秘籍的 只剩下无心和尚 这一日 所以 我们这次抢这和尚的目的是 第一 罗刹堂里的武功 物归原主 还给天下佛宗 可是无心就归无双城 这一次 可不能被雪月城抢了去 当年雪月城未立之前 我们无双城 可是真正的天下无双 可如今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但师父说 你是无双城 百年来最有天赋之人 若无双城 想要重拦这天下第一 便只能扣你 所以 这一意 师兄 希望你能全力以赴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我就想问 那和尚这么重要 为什么出发前不说 偏要再快到了才告诉我呀 这些话 前日才跟你说过的 原来如此 我无双城百年基业 真的要靠这个白痴吗 前面便是玉田国了 继续前进 老和尚早就说过 幕后爆料 神秘设定 高金壁纸等独家福利 都在官方微信里 这是施主的福利 施主扫码关注 即可领取 除魔 是杀尽烦恼之魔 当除的不是外魔 那是什么 傻孩子 你来这儿做什么 那邪僧就在前面的荒山之上 落叶归根 是杀尽烦恼之魔 中文字幕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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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